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给大家谈三个主题 整个的有福音 独经一和达昌勇 连在了一起 第一点 我请你们想一想 耶稣为什么到世界上来 你们肯定会说 耶稣来救我们 刚刚四十天以前 庆祝过圣诞节 再过五十天 差不多复活节 耶稣来到世界上 最后为我们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请你们再深一步想 耶稣怎么样救我们 今天的福音说 耶稣治好全城的病人 有许多患各种病的人 耶稣治好他们 驱逐魔鬼 耶稣对每个人提供帮助 是这样救吗 是的不假 首先我可以说 今天在弥撒中 耶稣为我们而来 每一个人 无论你有什么问题 就像那些群众 争着挤着 要到耶稣跟前来 或许我们不是争着挤着 我们是被推着 喊着才来到耶稣跟前 如果你不来家里的人 会跟你生气 会不高兴 你为了他也来了 我希望是你自己 愿意到耶稣跟前来 他是救主 他无所不能 求他帮助你 可是 比这更深的 耶稣来 只是为了让我们好病吗 你看 一座治愈 平常如果说 讲道理讲毕竟 没有多少人参加 给我印象很深的 有一次在养老院 我们请马来西亚的 那位修女 她有很丰富的治愈神恩 给我们做治愈 三天的治愈 结果你们才多少人 整个的三楼 能够占三四百人 后来我们怕人太多 就准备了三百张票 结果到最后 本来是每个人 拿到票的进来 到最后 进来了五六百人 很奇怪 只有三百张票 每个人都有票 没票不会放进来 为了进来 想办法 从窗户里 把票扔下去 或者出去一下 拿了十张票 把别人的票 有两货 一起出去 给了要进来的人 为了得到治愈 我们的宗教 不是一个治愈的宗教 有好多人生病以后 去医院看病 效果不大 然后开始找神父 甚至很远 几百里路 去找一些有神恩的人 希望治好 这不是我们教会的核心 我们的信仰不在这 我请你们注意一点 第一天晚上 耶稣治好了那么多的人 到第二天早上 耶稣去祈祷 后面的人都来了 波多路 带着头 他说 啊 老师 众人都找你呢 快 回去吧 人们都等着你 又一大堆人了 耶稣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让我们到别处去吧 不在这儿了 我要在别的地方宣讲 因为我是为这个而来的 或许你们已经听明白了 耶稣来 首先不是治愈我们 你想今年五十岁 得了癌症 耶稣治好你了 你再活二十年 七十岁 又得了不治之症 耶稣再治好你 那你就不死了 对吧 耶稣许给我们的 我要回到父那里去 在我父家里有好多住处 谁去这儿呢 耶稣给我们准备了 跟父在一起的幸福 我们就不要了 所以耶稣来 首先不是为了 让我们看好病 让我们在世界上 发财顺利 过好日子 我们的信仰 天主教的信仰 不是这个 耶稣来带给我们天父 有一位天主 他亲近我们 他时刻在我们旁边 他像爸爸一样 无论遇到什么 他都在 这是耶稣要给我们的 他到处的去讲 就是讲这个 他说天国来了 你们悔改吧 悔改是什么 改变我们的思想 如果你今天到这儿来念经 是为了顺利 为了发财 为了一家子平安 悔改吧 首先不要求这个 你们寻求天国 其他的一切 自会加给你们 这是耶稣说的 天国是谁 天主自己 天国不是中国 不是意大利 不是一个地方 然后那里又吃的喝的 老百姓的福利都很好 天国不是这个 天国是天主自己 我们接受天主 像我们的父亲 什么事情靠着他 就像小孩 靠着爸爸妈妈一样 耶稣来带给我们的是这个 你们明白了吗 耶稣来救我们 不是让我们好病 不是让我们过的日子比别人好 耶稣救我们 给我们天主 你们悔改吧 天主来了 天国尽了 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别的 你们可以求 因为这位爸爸爱你们 你们的一根头发 掉下来 他都知道 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小事 他都清楚 比我们自己还明白 你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吗 不知道 天主知道 所以当你求的时候 他会给你最好的 不要怀疑 有时我们说 我求了 怎么得不到 天主知道 什么对你最好 就像小孩 求一个他不需要的东西 现在爸爸再爱他 不给他买 对他没好处 没关系 将来长大以后缺不了 天主也这样对我们说 弟兄姐妹们 我今天分享的第一点 就是这个 耶稣来救我们 不是为别的 透过别的方式 而是 他把 天主带给我们 给我们这位爸爸 第二点 服务 我们看到 耶稣很忙 一整天 在讲道里 在接触人 谁有需要 到他跟前 是的 耶稣的一生 是服务的一生 他来不是为自己活 为了别人 今天的福音一开始 耶稣去了 格法翁 来到 伯德鲁的家 伯德鲁的岳母 正生病 躺在床上 有人 给耶稣 说起他来 是的 有时 他自己来不了 他自己说不了话 需要别人 替他祈求 弟兄姐妹们 你们的孩子 不进堂 你们的好朋友 不认识天主 你们需要 常常提起他来 在耶稣跟前 每天祈祷的时候 向天主说 你看看他 离你很远 求你眷顾他 求你可怜他 求你帮助他 这就是提起他来 这是带导 耶稣就上拳去 拉住他的手 他就起来 然后这句话很美 他起来 就伺候他们 是的 这是在教会内 第一位服务的人 是一位妇女 直到今天 在教会内 不缺少 这样服务的妇女们 哪一个堂口 哪一个团体 都有这样一群 热心的妇女们 在教会内服务 耶稣的门徒 是一个服务型的 我不说 讲道理多好 我也不说你多能说 或者会想奇迹 但是每一个人 必须是一个服务的人 谁也会 常常心里装着别人 为你身边的人 一个微笑 一句安慰的话 做一点小事 你们知道我们成立了童子军 到过几天 现在放假了 几天以后我们有一次聚会 在春节的时候 准备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们的风采 我们要在弥撒中 请他们宣誓 正式加入童子军 他们的很重要的一个宗旨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孩子们你们说是什么呀 记得吗 四个字 看他们记得 你们在坐着了吗 你们有没有写下来 你们每天坐的 非常棒 有的大人没有听明白 他们的宗旨是什么 日行一善 每天做一件善事 为身边的兄弟姐妹 为爸爸妈妈 为爷爷奶奶老人 为同学 他们都在坐 都在分享 他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 累了 这个大的说 来 说那小的 我帮你背书包 看那个渴了 我这里带着水 拿出来给你水喝 吃饭的时候 板凳不多 好你坐 我站在一边 这么小 八九岁的小孩 他们就注意 每天做一件善事 每一个门徒 是一个服务的人 弟兄姐妹们 外面我们在干活 这一个星期 差不多 一会儿我要公布 大概三百个宫 我们出了三百个宫 有的人六天都在这里盯着 天气这么冷 谁家里也有事 你说你忙 你要账 没有一个人闲的 就是看你 愿意不愿意服务 愿意不愿意 把教会 把别人放在前面 忙总是忙不完的事 忙得累了 在家里看会儿电视 也是应该的 所以我没时间 我很累 耶稣叫我们服务 他自己走在前面 他要他的门徒 跟随他 你们小心 不只是念经 谁若做我的门徒 就跟我念经 背的越多 就是我的门徒 不 是一个服务的人 哪里有需要 不只是教会内 你的邻居 别人 这个社区里 有一些需要 我愿意去服务帮忙 这是门徒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给大家 谈三个主题 整个的有福音 独经医和达昌勇 连在了一起 第一点 我请你们想一想 耶稣为什么 到世界上来 你们肯定会说 耶稣来救我们 刚刚四十天以前 庆祝过圣诞节 再过五十天 差不多复活节 耶稣来到世界上 最后为我们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请你们再深一步想 耶稣怎么样救我们 今天的福音说 耶稣治好全城的病人 有许多患各种病的人 耶稣治好他们 驱逐魔鬼 耶稣对每个人提供帮助 是这样救吗 是的 不假 首先我可以说 今天在弥撒中 耶稣为我们而来 每一个人 无论你有什么问题 就像那些群众 争着挤着 要到耶稣跟前来 或许我们不是争着挤着 我们是被推着 喊着 才来 一会儿 再来 就像那些人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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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